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边缘变成中心呢 那地瓜社区 地瓜是一个resin system 它本身就是一个快晶系统 它就是强调是一个地下无限蔓延 没有中心 每个地方都是加速度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每个地方都是加速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地瓜的核心里面 没有中心 去中心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去标签化 去中心化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地瓜 就是要把未来更多的创造一个价值观 把更多的所有的资源 让更多人能够平等地接受 但这个平等并不代表是免费的 这个平等是需要你首先能做一个生产者 你贡献出你的生产 同时你可以来消费这个资源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 当然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还是很乐意去给到他们一些一定的帮助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更主要的核心不是去同情怜悯 而是创造一些机遇 机会 以及他们触手可达的 或者需要一定努力 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达到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去改变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用UNDP的话讲的 就是受之以鱼不如受之以鱼 我们给你一个方法 我们给到你机会 但是你不能抱怨 因为其实坦白讲 不要讲是什么边缘的和非边缘的 主流或非主流的 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去掉所有的一切 回到人的本性上 就是有的人懒 有的人积极 有的人乐观 有的人悲观 资本主义的优点和劣势 有的人悲观他就老看到劣势 对吧 有的人他就看到他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从这个角度去弄